这下折子了 这顺治皇帝啊 不但没高兴 而且龙颜大怒 很快这朝廷的旨意啊 就传回了东北 宁古塔张京海瑟 不用压界回京 在营中正法 得 脑袋玩丢了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前一番啊 聊了聊 这哥斯克骑兵 最初对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西扰 沙俄政府的向东殖民计划 其实从明万历年间就开始了 哥斯克骑兵 打到黑龙江沿岸 也是明崇祯十五年的事 咱们在这儿啊 不得不批评一下女真人 这清朝初期的人呢 他们一鸣二生的总说 白山黑土 是他们祖宗龙兴之地 可是也真没见 他们把这块地方啊 保护的有多好 崇祯十五年 大明朝已经失去了 对东北的实际控制权 这块土地上的有效政权 那就应该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大清帝国 就在这一年 所谓的俄国探险家 波尔亚科夫 带着一只哥萨克武装 跑到这里啊 掠夺财物 按说这清政府就应该派人倾角 可是在女真人的眼里啊 盯上的是大明国中原 富庶的国土 他们哪有时间跟精力管这个呀 可是啊 这波侵略者呀 也是没落着好 受到了当地达沃尔所轮人的有效抵抗 早期的沙俄侵略者来到这黑龙江沿县啊 就是为了抢劫 他们主要抢什么呀 其实啊 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皮毛 这里边最值钱的就得说是紫雕 银湖和水塔皮 他们闯进沿途的达沃尔村子里 连抢带多 把这些值钱的皮毛全部抢走 不但如此啊 他们还得抢人 他们为了防止啊 当地的土著居民 对他们的反抗 就把妇女和儿童 抢进城寨作为奴隶 也是人质啊 当地土著的达沃尔人和索伦人 也都是民风彪悍的民族 哪能吃他们这一套啊 于是啊 就骑上战马拿起弓箭 跟这帮老毛子干 虽然没有政府军的有效支持 还是给这帮侵略者迎头一击 几百人的远征军 力争三年半 最后跑回他们东北亚的基地 雅库茨克城的时候 最后才上了二三十人 就这样 这倒霉的布亚尔科夫 还跟着俄国驻西伯利亚总督吹呢 他说远征军所到之处 黑龙江沿线的居民 纷纷向远征军交税 并且通通愿意 臣服在沙皇的脚下 大言不惭啊 说的好像那块土地啊 已然是沙俄的领土了 就这样啊 这帮沙俄骑兵 哥斯克们啊 在那些年 对中国东北 黑龙江沿线是 吸扰不断 那么这支侵略军 布亚尔科夫 知不知道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呢 他们来的时候啊 就抓了一个部落的酋长 经询问之后啊 这个酋长说 这个地方啊 有史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唐朝 金朝 元朝 明朝 包括这会的大清 在这一带啊 都设有衙门 只不过呀 这衙门在黑龙江南岸 离这里很远罢了 得知政府驻军啊 离这最近的 也有几百里之后 他们才敢放心大胆的抢劫 野心勃勃的民族啊 永远不缺侵略者的头子 1649年 这时候的中国啊 已经是顺治六年了 又有一只 哥斯克的雇佣军 来到了中国东北 黑龙江附近 这回带队的头目 也是以探险家自居 这孙子名字也挺长 叫 叶罗费 帕弗洛维奇 哈巴罗夫 是个严贩子出身的爆发户 比起他的前几任 侵略金头子呀 他算是有经验的 他要在黑龙江的边上 建具点了 他看中了一个地方 这块地儿啊 在黑龙江上游的左岸 是一个达沃尔族的寄居地 这个地方啊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 为中国人所熟知的雅克萨 这雅克萨一词啊 是女真话 也就是满洲话呀 意思就是冲垮了的江湾子的意思 有了雅克萨这个据点之后 这侵略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不但抢劫江北的老百姓 时不时的还渡过黑龙江 戏扰南岸的百姓 这会儿的大清国呀 已然入关好几年了 虽然这个脚啊 现在江南 对南明的战事中拔不出来 不过顺治的朝廷 还是责令中国东北的驻防军 对侵略者进行清剿阻击 顺治九年的四月 宁古塔张经海瑟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把哈巴罗夫为首的 哥萨克骑兵 包围在了乌扎拉村 为什么说它是绝对的优势兵力呢 乌扎拉村虽然是侵略军的营地 四周都有原木建的围墙 可是这城内呀 只有二百来个哥萨克骑兵 这宁古塔张经海瑟 广率领八骑兵就有六百余人 从满京战 又调来了四百二十名援军 这之外呀 还有这达沃尔民兵五百人 从这松花江边上啊 又赶来了一百零五名杜切尔的民兵 您算算吗 这可就是一千多人 对于城内的二百来个 哥萨克骑兵而言呀 可算是不劳少的部队了 那么这双方的武器都是什么呢 在那会儿啊 这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限弹来福枪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双方都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太贵了 哥萨克兵手里啊 一水的随发枪 这种随发枪 也是那种老式的 火门枪改造的那种 有效射具 也就是五十码左右 因为采用随发装置 所以射速要比火门枪的火冲要快多了 清军的主力军呢 虽然呀有火冲 但是也有这种随发枪 再加上民兵的弓箭 在火力上啊 肯定是不输给哥萨克兵 可是啊在战术上就完了 这清军是先放枪 后冲锋 这火气呀 完全就是给骑兵助威的 老远就放枪 根本就打不到哥萨克骑兵的身上 哥萨克兵呢 采用的是当时欧洲陆军最先进的战法 排枪战法 等到清军进了之后才放枪 命中力极高 这一天一夜的大战下来啊 沙俄士兵死亡十人 哈巴罗夫呢等78人受伤 这些个伤亡啊 还是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 大炮轰炸所造成的 这清朝军队的伤亡损失啊 我一说了之后您都想哭 清军啊和民兵死亡676人 损失冲锋战马830匹 丢失了速射火枪 就是这个随发枪啊 17支铁炮两门 最后啊还被人抢走了两车粮食 侵略军头子哈巴罗夫 虽然身上受了伤 还是带着这帮哥萨克骑兵 顺利的撤到了雅各萨城寨 清军统帅宁古塔张经海瑟 有着绝对优势的兵力 为什么能把仗打到这个德行呢 在战斗打响之后啊 这海瑟就下令 对来犯的敌军呢 只能生擒不能击毙 使得两军交火以后 清兵畏守畏尾 这才是这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么海瑟为什么会下这种命令呢 主要是不知敌方的虚实 清政府认为 入侵黑龙江沿岸的哥萨克骑兵 如此猖皇 在附近一定有俄军的大本营 赫着干脆说呀 这沙俄本土离这个地方啊就不远 其实啊他们是不知道 莫斯科离这儿啊是猴了远猴了远的 离这里最近的雅库斯克城 那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 距离这里啊也有一千余里 并且根本就没有多少士兵 形成不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争 其次呢就是急功近利 这海瑟呀是想逮着写个活的俄国人 陷到北京 让顺治皇帝高兴高兴 这样啊自个儿没准的官职啊 还能往上升一升 这下折子了 这顺治皇帝呀不但没高兴 而且龙颜大怒 很快这朝廷的旨意啊就传回了东北 宁古塔张京海瑟不用压界回京 在营中正伐 得脑袋玩丢了 不过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认清 虽然对俄自卫反击战 咱们是开局不利 但是这乌扎拉村之战 是中国军民对沙俄侵略者正式的宣战 自此也让这沙俄侵略者明白了 这块地方不是无主非地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政府的保护 地是中国地 人是中国人 你算是侵略者 那么在中俄雅各萨大战之前 所有的边境战争当中 中国军队就没有过胜利吗 当然不是 今儿啊您先憋憋气 明儿啊我就给您讲一个解气的 叫松花江口之战 这段书里啊不但八七兵打了个扬眉吐气 而且咱们呀还有了外援 要知后事如何窃听夏文分解 热闹回幕就在明天 松花江口之战